请启动 台中创下的指标 消费纪益突破291 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市府团队 推下推进器 一同欢庆台中购物节 狂破纪录 除了抽出压轴大奖 再加码现金大放送 我们今天要抽出台中购物节 今年所举办的台中购物节的 最大奖 就是一栋富有停车位的千万豪宅 还有一个额外的加码奖 就是50万的现金 因为我们台中购物节 今年举办成绩斐燕 那我们的这个成绩已经破290亿 全国第一名 迈入第三届的台中购物节 今年活动从10月10号 双十国庆开跑 旅创家机超给力的表现 市长卢秀燕感谢大家 那我要代表台中市政府 感谢所有帮台中拼经济的 在地的好朋友 或外现实的好朋友 感谢大家共襄胜举 那台中是一个全国最美 最好的城市之一 吃的喝的玩的用的住的 那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购物节成功行销台中 但市长强调 还有更精彩的在等大家 接下来的耶诞 跨年元宵灯会 都有超唯美的装置艺术 燕子市长邀请大家 来台中一同欢庆 就台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